大家好 我是白天 今天繼續我們的PS視頻 好 那個要把你們的PS打開 然後我反正還是一樣 莫蘭A4橫排 然後Rsport對吧 我突然習慣是這個配置了 Play一下 然後今天的我要看一下 印章放大好一個吸管 印章的話那首先這個 這個就是印章功能 然後放大 放大就是那個 這個 這個就放大光 其實這幾個的你們都見過 然後這樣子 我還是要我隨便找一張圖片 還有一個吸管 最上功能比較簡單 我看一下這個圖片還不合適 因為PS的話真的需要這邊 但是放心 用哪一張圖片都沒有差 相信我 好 那這樣圖我們先導進去 因為我電腦現在錄製品 然後會比較卡 大家要來看一下 然後那個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放大放大最簡單 為什麽要不會這麽講的 就是點你點下你們set 26個英文字幕最後一個set 看到了 然後你會看到 哎對左鍵 然後按著alt 你會看到對 可以這麽放大縮小 但是我通常呢 我 呃你就按左鍵這麽說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你看我說永遠是在那個 放大鏡那個點 好這就要講的 那我通常是怎麽樣用呢 我點V 點V 點V 然後我怎麽樣 我通常不會切換到set 我會這樣子 我就是說我鼠標我挪到這 那我就會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挪到這 我就放到這個地方 就這樣子啊 放大那你如果說鞋慢 你反而就這樣子吧 或者就說你一開始 重點就說我要這個 像我現在我要這塊字 啊這對字放大 我就點左鍵 然後往這邊一往右 或者往啊我對往右一拉 然後你看到哎 他要放大就這樣子 個人習慣問題 但是我個人是用滾輪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們講 通常放大縮小 怎麽快速的就是 特別一張圖很大的時候 呃就會用到這個功能啊 這是第1個要講的 第2個 呃印章功能 呃印章功能是這樣子的 什麽叫印章功能呢 是這樣子 這個功能 那你看到stamp 印章是怎麽樣呢 比如說啊現在這樣子 我這裏有一排文字 啊對有一排文字 那我現在呢一排文字 我想把我現在的這個區給 呃怎麼講呢 清掉那該怎麽辦呢 那首先這樣子 就是呃一樣我們現在負責 做一個新的圖層啊 新的圖層 然後再開個空白圖層 然後讓他合併好 然後把這個這個圖片 他就固定在現在這個解析度 就說他不會再清也不會再那個了 因為呃PS這樣子的 當你那個照片扔進去的時候 即使你像素比你現在設定這個版面要清的時候 對吧 因為我設定A4對吧 這個相機解釋解釋度對吧 那基本上肯定超出這個版面的 那所以說會變這裡有一個磁盤這樣子 類似磁盤這樣子一個圖案 那我現在就反正就設定好這個清晰度 他就不會再 就說反正清晰度就這麽多了 好 那一個廢話不多說 那就 這樣子 那你看到我現在有一個印章 哎好像點什麽都沒有 你看到對一奇幅一直彈這個 呃怎麼樣用了 就很簡單 那首先你P旁邊有一個就是說 一個怎麽樣PS的一個特定一個破解鍵啊 給你們說一下啊 就說有一個那個P旁邊的那兩個按鍵 就說一奇怪 我我這片新裝的難道有什麽問題嗎 哎也不像 哎我看一下我換下輸入吧 也是OKOK 果然是輸入法問題 是這樣子啊 嗯你看到P旁邊那兩個對 左右兩個你們自己按一下一個大一個小 一個放大一個縮小就這樣子 然後呢是這樣子 好 那會用了吧 然後怎麽樣我我現在我要把about 啊 chall 17 這個就是seventy 然後這個我把它去掉怎麽辦了 alt按著哎 你看到對這個圖表換了一個樣子 那現在我點一下空白位置 那空白位置 然後你看哎 我少哎你放在一表黑耶 對 就哎呀 好是 啊 表黑那怎麽哎 那我們要這樣怎麽樣 我們找一個旁邊一點的 對 他就說 你看左鍵我一直按左鍵 為什麽如果我現在左鍵 我不我不那個怎麽講 我直接一按拉過去 你會發現哎 對他字這裏又出現了 所以說要這樣子慢慢的這樣子印過去 這就是印章功能 然後這裏對吧 印章功能 對就這樣子印過去 印過去 印過去 那印過去 對就這樣子印過去啊 你看到哎這個就很乾淨了 就這樣子啊你也發現好像這裏好像有點那個髒細細的東西 哎我看一下教程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講那個啊 有這個是一個修補工具 其實有這個啊 反正就我順便再講一下就這個 修補工具 然後其實也是一樣要把它這個放大 然後你這麽一刷 然後這麽刷一下其實就可以很乾淨了 但是啊對有時候會有錯就這樣子一種情況 那怎麽辦呢就是反正 嗯這個他是比要哪一個怎麽加的這個我反正他規律 我到現在做不到反正就是通常會這樣子再刷一下 哎你看這裏會乾淨一點 然後就這樣子不行就還原了 反正就這樣子啊 那就這樣子就印章功能懂吧 那比如說我現在我現在點了 你看到這裏有一個空白的 我想這裏再複製一下多兩個這兩個片對吧 我想再複製一下 那我可能就我點一下ald我點上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子我把這個這個圈放到這麽大 然後你又看到哎可皮肉對 沒錯可以的 然後你看我再挪過來哎也發現 哎就是說你又看到皮皮 然後我再把這裏那個硬的在五顆多硬多點幾下 來你看硬的真實一點哎你看到這樣 好遠看毫無違和感就這樣子啊 那就你就能看得到對 呃這樣子整個東西就三個功能簡單吧 就這樣子那一個第一個那一個啊 放大縮小這個放大進行這個功能 然後再下來啊 第二個然後那個什麽這個印章工具對吧 就是說有時候比如說有些很迷茫嗎 比如說是一全是排磚的那種牆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照片 啊哦看一下 就像比如說現在這種照片對吧 那你說可不可以把這個啊 可是我再給你們演示一遍吧 比如說我像這樣子啊可不可不可以用印章工具 我這樣子比如說我現在 我還是一樣這個 這樣子對吧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子慢慢給印過去 可以可以絕對沒有問題反正就是 你可以這樣子反正就硬硬硬硬硬硬 懂我意思吧就這樣子把這個東西對對對 反正就是當然這個東西這個是耐心的活動吧 你看這樣子我我慢慢印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你看那然後看到你看我點的時候我現在點 然後你看到右邊有個十字這個就我們剛點為 那怎麽怎麽去確定說啊這個就是 我怎麽知道我現在印的他的那個東西是出去哪個點 你現在看到我現在按著左鍵 那左鍵你看到我右邊有個小十字看到了吧 哎你我再挪一下哎右邊那小十字 哎你看到右邊有一個就不知道 對我現在因為鼠標用的沒辦法點 然後你們找一找啊 然後就通過這個東西然後去固定說我整個的一個 哎怎麽講整個的一個 啊坐標在哪裏對吧 原作標在哪裏新的作標在哪裏就這樣子 好的那這樣子兩個功能講完了對吧 呃 剛才有時候口誤會三個功能啊 因為基金不太好第三個點下i 點下i啊 都比起我希望大家已經下載我就不講這個東西好吧 呃 點下ii的話喜歡喜歡很簡單的吸取顏色啊 就這樣子 左邊的你看 然後比如說我現在是一個藍色對吧 哎你看到對然後這裏右邊的這邊看了 那當然如果你說看了找不到這裏 window所有東西凡所有東西記得菜單那一定能找到啊 看了f6對吧 然後你看到哎或者我現在我要這顆 哎你看對他會他變我再點別的 你看右邊這個又會變他這個就吸管那什麽樣呢 你們懂的就有時候可能說要抽取某個地方的顏色 呃最初的方法就這樣子出去呗好的 那今天像三個功能就講到這裏好的有什麽問題可以那個 呃下面留言給我好的那一個謝謝大家